英国一个小镇上,一名老年女子站在一位25岁叫伊芙林的年轻女子前 抱着她刚出生的两个月大女儿 伊芙林未婚孙子,没有钱可以养小孩 她看到报纸广告上有人在找小孩领养 她就决定把小孩带去给这名登报的妇女 这病老妇跟她说,自己跟先生已经试很久但都没有消息 伊芙林听她的描述后觉得她很真诚 加上她看女儿的神情充满了爱,就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心想等她经济稳定,再把小孩借回来 但伊芙林不知道,那会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女儿 因为站在她面前的妇女,是夺走超过400个婴儿的连环婴儿 So,她为什么要剥夺这么多无辜小孩的性命 在我们故事开始以前,如果你喜欢真实案件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1896年3月30号,英国伯克郡 当时那里的泰晤士河,是交通的主要核心 河面上充满了忙碌的运输船只 其中一名随着河流滑下的船长发现前面有个飘在河上的包裹 心想是不是从哪艘船掉下去 所以她就停下船只把包裹捡起来 看起来不大的包裹却有一定的重量 她突然叫了医生包裹掉进了河里 她看着那个包裹脸色发白 因为那个包裹露出了一个婴儿的小脚脚 当她看到婴儿从被河里捞出来的时候 警察叹了一大口气 小朋友的脖子缠绕一圈又一圈的白色胶带 而且凶手还留下了身份的证据 就是拿来包小孩的包装纸 虽然已经禁师,但上面写着 26岁汤马士小姐,皮格特鲁 那个弟子就是阿米利亚戴尔 犯下这起案件的妇女住处 塔马士是她已故先生的夫姓 她已经从皮格特鲁那家搬走了 但警察在附近调查后 邻居马上就告知警方她的姓住处 当警察袭击她家的时候 就马上闻到一股浓厚的腹臭味 里面还有其他没有生命的小孩 跟和尚的婴儿脖子上一样的白色胶带 以及一对婴儿小孩的衣服 但警方注意到陈捆的报纸广告 还有登广告的收据明细 从捆卷的数量来看 阿米利亚目前已经累计超过400个小孩了 她之所以会这么做 也是因为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 1869年 32岁的阿米利亚刚生下第一个女儿 离开了做了8年的护理 就为了专心抚养小孩 没想到老公突然过世 让她跟小孩的生活很快的就过不下去 她母亲在她年幼的时候过世 父亲则在她22岁的时候病逝 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就依赖自己的老公生活 所以老公过世后 她就逼不得已搬回父母留下来的房子 后来她从以前医院工作的同事那里 听到一个新的生意说法 叫做婴儿农场 19世纪的时候 英国领养风气盛行 所以婴儿农场就是商人带走那些 无法被父母照顾的小孩 收养他们 以捐赠的钱抚养这些没有父母的孤儿 这是由1834年平纪法修正案制定的 根据法案如果孩子的父亲没有与母亲结婚 她就不再有义务支付子女的抚养费 也因为这样那些未婚妈妈就开始流落街头 他们就寻求儿童照顾服务机构 而阿米莉亚为了平衡抚养女儿跟工作 她就开始了自己的婴儿农场 把自己的家打造成工作室 她在报纸上刊登领养 并收养许多未婚妈妈的小孩 过了一阵子她的邻居开始传八卦 跟她说 听到居民这些话她低下了头说 那些她受养的小孩都非常温顺 所以邻居才都没有听到小孩哭声 那些逼不得已的未婚妈妈 收到阿米莉亚的信件都放下心 以为小孩到了很好的地方 这些妈妈都会准时收到阿米莉亚的信件 里面写着小孩的状况成长过程 但有一天其中一名女子打开了阿米莉亚的信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阿米莉亚跟她说她的小孩过世了 信件还附上了死亡证明 前面提到的那个寄贫法案 身父没有义务抚养未结婚而出生的小孩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法条 是因为当时英国人看不起未婚就发生性行为的女生 认为他们不守节操 所以才故意制定这条法规 也顺便降低未婚母亲的数据 但也因为这样那些沦落到阿米莉亚手中的小孩 就算不明原因过世 生母也无法向警察报案 让大众发现自己未婚生子是当时女性最大的耻怒 而婴儿凶手就是利用这条法规 随心所欲地对待那些送到她门口的小孩 通常小孩如果饿了或是不舒服都会哭 但阿米莉亚利用未使她们违法的药物让她们昏迷 再让她们慢慢饥饿到身体负荷不了 她在打电话给医生让他们来开死亡证明书 阿米莉亚在照顾孤儿几乎没有花到任何钱 她收到的捐赠都拿来用在自己跟家人身上 更扯的是在19世纪后面的40年 总共有6个人都跟她在做一样的事情 1879年阿米莉亚经营婴儿农场的第十年 突然有名男子拜访她家 她觉得很奇怪 因为她几乎没有遇过任何男性来拜访过 不过她还是打开了门 没想到她一开门被眼前的景象吓到 站在她面前的男子镇定的跟她说 阿米莉亚戴尔,你被逮捕了 这十年来不断夺去无辜生命的阿米莉亚 终于被警察逮捕 由于当时的小孩死亡率高 让她的罪行被忽略了许久 即使在当时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她要求医生开的死亡证明书已经多到数不清了 但又因为没有证据 警察只能用抛弃罪语将她起诉 她只被轻判了6个月的劳动刑罚就被释放 这次逮捕又让她想到了另外一个犯案计划 她心想如果死亡证明书看起来很可疑 那我就干脆不要写啊 1896年4月住在格洛斯特郡 一位母亲看着女儿平安的信件 心想自己要赶快去接女儿回来 这个母亲就是未婚的单亲妈妈伊芙琳 她几个礼拜前才把小孩送到阿米莉亚经营的孤儿院 信件里面写到小朋友很健康快乐 这让伊芙琳更有动力要努力工作 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敲了门 传送了一个噩耗给她 前几天前我们在泰晤石河上发现了我们的小孩 阿米莉亚被抓到一次后 她就不用自然死亡来开死亡证明了 她直接把小孩包起来丢进河里 而且她现在连照顾都不用了 当天领到小孩当天就处理掉 而那天发现伊芙琳小孩的时候 警察在那个月连续找到了另外5个小孩 行中还发现一张明细 诸记了她光是在那个月接受了20个小孩 在她经营婴儿农场整整27年以来 警察推测 总共超过400个小孩都被她夺去姓名 1986年5月22号 在法院听证不到几分钟 她就被判实行 接受了1个小孩的道路 优优惠 另外1个小孩 一单 证不到 其中一个小孩 就 остав了1个小孩 过能asa 噢 是